沒有什麼個人身份 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今天有個國民黨的一級主管 去參加民進黨的黨慶 國民黨開不開除他 個人身份 哇 開炮了 絕對不是像現在這樣子 罵罵不罵嘛 罵嘛 戰鬥 藍出不出來 戰鬥嘛 出征了 立刻 出征他嘛 你今天一個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一級幹部 不要講幹部啦 就國民黨的黨公子 出席民進黨的黨慶 會被出征 會被罵 會被開除 出席激進黨的黨慶 會被開除 會被出征 就出席共產黨的黨慶 沒有人講話 我真的說個人身份 欸 這個標準太怪了吧 我覺得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吧 就是它是標準應該要一致吧 你怎麼會 大家好 聽到共產黨大家當沒事啊 對不對 這你到底是怎樣 你覺得共產黨比民進黨 對你還輕嘛 可是國民黨不是說口口聲說 你們不要抹紅我啊 現在咧 現在是你自己把紅漆往頭上倒嘛 你朱玉仁不想被抹紅 這時候處理朱玉仁就是最好的方式啊 你把朱玉仁開除了 誰敢講你朱玉仁親共 沒有人講你朱玉仁 沒人敢講嘛 現在問題是 你看連江啟臣都出來痛批嘛 對不對 江啟臣出來痛批 那你朱玉仁請問 你的態度是什麼 找一個發言人出來說是個人身份 那個人身份那就好囉 以後大家都以個人身份出席喔 我不只出席共產黨黨慶 我出席民進黨黨慶喔 我出席就基金黨黨慶 我出席清兵黨 就可以嗎 一個黨務的黨公子有個人身份嗎 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今天敬禮連不是國民黨的黃復興黨部主委 誰邀他 退降那麼多 我幹嘛邀你 怎麼不邀余北辰 余北辰現在是判架 余北辰 等一下 完結太小是不是 不是嘛 因為你統戰 那為什麼不邀吳思懷 吳思懷也會被邀 他也大 因為你有國民黨的身份嘛 你是統戰的標的物嘛 對不對 所以才邀你嘛 對不對 所以哪有什麼個人身份 所以這件事情我講清楚 國民黨的選舉是贏沒有錯 不要一直在犯同樣的錯誤嘛 就是贏了之後呢 林毅華又被扣分 然後吳思懷又被扣分 然後紀靈連又被扣分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久以前 就應該處理掉的人物 你就處理掉 你不處理 我坦白講 不是人家扣你紅帽子 是你自己往紅帽子自己戴 統促黨 第一個 統促黨的這個精神領袖 大家知道白狼沾安樂 他本身就有黑道背景 所以統促黨在臺灣 其實就是一個有黑道背景 然後他又是主張集統的 這樣的一個政黨 那坦白說他的社會形象 也不是非常好 我們今天的退役將領 你要知道在軍中是講階級的 退役將領在軍中 可以說是受到多高的一個容寵 結果他一退役之後 竟然跟我們現在國軍 每天這個二十四小時備戰 要這個準備 這應付的這個敵人 在那邊滴命滑敵 在那邊隔海唱和 甚至透過這種統戰的團體 統促黨 然後在那邊這個背光交錯 我坦白講 以一個這個將軍做這樣的事情 你想想看下面他的軍中跑者 過去他帶過的這些 這個弟兄他要怎麼看 那他到底去那邊做給誰看的 我認為這個一方面可能是 真的自己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他是不是在對岸 有怎麼樣的一個利益 或他的親友有怎麼樣利益 例如說有一些這個將領 過去很正常 現在突然講說台灣可以改回台灣 台灣特區可以改名等等 這個到底有沒有一些生意上 或利益上往來 我覺得這都可以去查 不要忘了這些將領到現在 每年每個月都還在領台灣的這個月對縫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這句 這句話實在也太誇張了 這個紀林聯將軍他說 他說共機闖我ADI 就是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他說這不算是擾臺 差異政府 差異政府誤導民眾 政府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他們以前不是退將嗎 那個共機擾臺是擾到 連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覺得說 共機上是不對的 都知道這在騷擾 而且都怕說他們萬一 這個引起這個爭端 這個擦降走火 結果他說這個不算是擾臺 他是將軍 他是我們的國軍將領 我覺得這所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也都算的 他本身這樣的身分真的會讓很多國軍 搞不好會覺得滾搖 大家再看一下這句話 他說這個是我們的退將陳廷寵 他說我是中國人 這我都尊重 因為確實有一些老一輩 他印象中他就覺得我就是中國人 不管是文化上的中國人 或政治上的中文 這我都尊重 他說我是中國人 是驕傲的象徵 我也尊重 但是他說什麼 他說國軍戰力是零 擋不住共軍 不是 他們當年不是要反攻大陸去 那一票人嗎 怎麼現在會講這樣的話 他是退將 他是退將 他講說我們的國軍戰力是零 他說擋不住共軍 那他不是在打自己的臉嗎 他當了一輩子的軍人 國家養他一輩子 結果而且他當了位 他的位階很高 結果竟然說國軍戰力是零 那應該第一個要究責的是不是他 所以我覺得這些退將實在是荒腔走板 我現在倒不是說擔心這些退將 台灣這些退將都已經是 都已經退役了 但是他們的言論 第一個 跟中國的唱和 跟統戰團體的唱和 我認為會影響民心 第二個 你就過去你在軍中的位階 你難免會有一些很多你的這個軍中的 所帶的這個弟兄 會不會也受到你的影響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國軍很清楚 中華民國台灣的國軍就是知道 為何而戰 為何而戰 我覺得不需要被這些退將 的一些言論 搞得非常的混淆 好 所以這些人是斯德哥爾摩陣嗎 開始擁抱敵人了嗎 但重點來了 國民黨有沒有說話 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話呢 好請教資深哥 包括趙少康說 這次兵議說國民黨執政 一定要把疫情改回來 你是什麼身分說這樣的話 那國民黨中央有否認嗎 沒有啊 好你看喔 季寅聯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有否認嗎 也沒有啊 沒有說他不好啊 好 國民黨裡面還有多少人 是以個人的身分 在唱紅歌 難道國民黨部分黨員幹部 是和統促黨滾邊的嗎 國民黨統促黨你農我農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兩黨的關係 是不是就是如此呢 是沒有錯 其實國民黨黨中央又不見了 好像勝選之後 高興了一陣子又不見了 趙少康那時候講 兵衣四個月說 等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給你改回來 所以趙少康你現在是國民黨黨主席 你說準算就對了 你完全沒有看 完全沒有在看這個朱立倫的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趙少康的反應 很讓人覺得訝異 而且國民黨也沒有人出來反應 也沒有人出來去做澄清啊 那你國民黨 到底對於這個兵衣黨的態度是什麼 是真的就按照趙少康說的嗎 改回來嗎 所以這個很奇怪的現象 季寧聯這個我真的很想再講 為什麼 他說應邀參加 我不管你什麼身分啦 統促黨要參加是不是給你一張邀請函 對 那個邀請函一定會解說 我什麼活動嘛 來吃飯 對還是來摸彩 還是幹嘛來唱歌 這跟你解釋是什麼 慶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四十四週年的紀念會嘛 一定是這樣 你紀念看到這樣的東西 你還去 你看他在哪裡 C位耶 對啊 他說打個招呼就走 他的原來 國民黨的打個招呼 要先上去唱個歌 然後大家同歡 然後拍完照 等等之類的 很開心 這個叫打個招呼就走 當然匪夷所思 我不管以你什麼身分 當你做一個正常的 一個sense的國軍上將 你看到這樣子的邀請 你就知道你根本不該去 不管你是不是幫父親打不足耶 國民黨現在對這件事情怎麼樣 好像沒有這件事情 就個人 個人就可以這樣做隨便的參加嗎 剛剛也講了 個人就可以這樣去做嗎 如果是 這是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 完全不要講雙標 完全沒有標 那但是你從 如果從退役將軍的角度來看的話 2020年我們通過國安武法 國安法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 退役的將領 其實就是無私懷條款啦 那時候是講說 你如果去中國 參加他們的慶典活動 對他們的國旗國號國歌去行禮啊 然後這個表達敬意的時候 這個是要罰相關的退休縫的 只是還有一個前提是你要到大陸 那現在好你在台灣 有統促黨這種在地協力者代理人 給你做這樣的東西 五星期給你插在那邊 你一個月你十幾萬的退役上將 你去這樣子 慶祝人家十一夜三聰全會的 這種紀念活動 可以嗎 不應該去罰退休縫嗎 我真的認為像這種東西 你應該擴大解釋 怎麼可以做這種錯誤的 讓國軍弟兄會 當然很團結 可是當你看到你過去老長官的思維 是這個樣子之後 態度是這個樣子之後 你怎麼領導防復型黨部 你怎麼去像退役的將領們 去做交代 這是從將軍的部分來看 所以我覺得近一點這件事情 可大可小 你國民黨一定要做完整的處置